在2030年以前去达到 说这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有干净的水可以喝 慈济大学校友杨雨香 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专案实习计划 带回国际见闻和马六甲读书会成员分享 慈济的精神 实际的理念 其实都在帮助我们的世界 给我们很好立一个榜样 那至少我们如果听不懂道理 可是我们却看得懂人家是怎么做的 其实这个可以鼓励自己 就是有个方向去爱更多的人 每个人如果有承担力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伸出一根手指头 那么站在最前线的人就没有这么辛苦了 做慈济 看国际 慈济人也精进佛法 学习发心立愿 达安新闻旅家家 钟建明 马来西亚报道